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八月份的空瓶集 然后呢这个月的东西有很多是食物 也很久没跟大家分享食物了 所以我们就从食物类的开始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巴黎岛的金兔黄金咖啡 然后它是公豆 就是巴黎岛的咖啡有些会分什么公豆母豆 然后公豆基本上就是长得像是一颗椭圆形 很椭圆非常立体的样子 然后母豆就是长得比较像是椭圆形被剖一半 所以它会有一个平面的部分 那我自己喝我是觉得公豆喝起来真的比较不会酸 不会苦 那这个咖啡豆台湾有进口 所以我是在一个网站购买的 那SELVIA喝了以后 他也觉得这个牌子的咖啡就是单喝也非常好喝 我自己平常是不加牛奶不加糖也可以直接入口 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 我已经喝了至少有五包了吧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朋友送我的 它是曼宁的冷泡茶 然后它是玫瑰蜜桃果茶 然后这个也是跟我之前介绍过的一样 它就是会有独立包装 然后你就只要把它拆开 把里面那个茶包丢进冷水壶里面 不过比较特别的是这个我建议大家加一点蜂蜜 因为那个蜂蜜会把就是蜜桃的味道整个变得完整 然后你喝起来其实就像是你在那种餐厅会点的什么玫瑰蜜香茶 有点类似那种味道或者是水蜜桃果茶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我还蛮推荐的 然后喝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点冰块 或者是你可以把你的冷泡茶放在冰箱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食物是这一个 这个是我在City Super买的 就是超级 它是比较难找 它是叫做Granola 然后它的 它是一个叫做Nature Harvest的牌子 那其实我很想要吃Granola 那Granola其实可以自己做 但是比较麻烦 就是你要用大烤箱 所以我就在超市有看到我就直接买了 那我买的口味是 苹果蓝莓杏仁胡桃籍四子燕麦 四子燕麦 那基本上它吃起来就是像麦片一样 只是它里面是有很多种穀物做成的 然后它有经过烘烤 所以它不像一般的你买的那种玉米脆片就是高糖 然后可能又经过油炸或什么的 它是烘焙过的果仁 所以我觉得很健康 那我除了喜欢单吃 你也可以加牛奶 或者是我最喜欢吃法是把它放在沙拉上 就是你自己买了生菜以后 把它撒在沙拉上 然后就可以直接吃了 因为这个是有一点点甜味的 那你不需要再加沙拉酱 会让那个沙拉的口感变得比较丰富 另外一个食品是这个健康食品 它是那个莱翠美的叶黄素 然后它是液态的软胶 然后我会买这个是因为我常常觉得我眼睛会很不舒服 然后尤其是到晚上会觉得有一种就是 就是闭不太起来就是眼睛好像很干 然后也张不太开张开也很酸的那种感觉 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每天吃一颗 那我吃了一罐就是一个月以后 我觉得眼睛好像真的有就是比较舒服 比较不会再有那种什么闭不起来也蒸不太开的那种感觉 那当然作息也是很重要 就是不能太晚睡啊 然后不能用手机用太多 不过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对眼睛真的还蛮不错的 好接下来就进一道一般的美妆品了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看起来非常凄凉的瓶子 就是我之前有推荐过的Bobbi Brown的卸妆油 那这个卸妆油为什么会没有盖子呢 就是因为我某一天晚上神智不太清醒的时候 不小心把它摔在地上 然后它就整个头就裂开了 就是我就只好把它拔掉 然后这一瓶卸妆油 真的是我用过的卸妆油里面我最喜欢 而且我觉得它的价值真的是很划算 它不算太高单价 你每天卸妆也不会觉得心疼 那这个应该是之前就是有什么活动做的组合 所以特别的大瓶 然后即使是在这个没有盖子的状况下 我用了大概好几个礼拜 它底下也没有因为水气或者是什么 而产生沉淀污 它底下也是非常的干净 然后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它 乳化非常的快 然后清洁力也很够 重点是不会黏膩 不会让你觉得堵塞你的毛孔 下一个是这个 就是我现在比较常用的眼唇卸妆液 因为我后来1028用到最后 我发现我眼睛还是会有点不舒服 然后所以我就换了这个 这个是理肤保水 它们家的高效温和眼部卸妆液 那虽然说它单价比较高一点点 可是是相对来说它也比较大罐 我觉得这罐可以用很久 它的卸妆力跟1028有得平 重点是我觉得它的成分比较不油 1028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就是有油的成分 所以用到最后我觉得眼睛还是会有点不舒服 可是这罐倒出来 虽然说它是两层的 可是它倒出来以后真的没有什么油脂的感觉 所以卸起来我觉得很棒很清爽 另外一个也是我的大爱 它用完了我也非常难过 这是WUKA的Butter Hand and Nail Cream 然后这罐呢护手霜 我觉得它最好用的点就是它很修护 就是你擦完以后即使它吸收非常的快 它会立刻像奶油一样在你手上融化 可是你过一阵子以后会发现你的手啊 那种死皮好像都已经就是黏回去了 就是整个手感觉不太到粗糙 它的修护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够 所以如果你的手很凄惨 但是你又不喜欢擦护手霜 觉得容易黏腻的话 很推荐你买这一罐 好下一个是个化妆品 这个是Maybelline他们家的 The Magnum Volume Express Super Film 好反正就是一支黄管的睫毛包 这支睫毛包我用了很久 然后大家之前的影片里面 应该也有看过使用 我非常喜欢它 因为它在第二步骤或者是最后一个步骤啊 它可以增加你睫毛的那个浓密的程度 但是又不会让你变成蟑螂角 然后重点是它不会整坨黏在一起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它 而且它超级防水 就是如果你要去海边玩 又想上睫毛膏 又想要有浓密的效果 就是选它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这个 嗯 这个是我之前在Boots 英国Boots买的 然后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口气防香喷雾 因为有时候出去难免会吃东西 然后没办法刷牙 你就 喷两下 喷两下大概就 会立刻有那一种 呃 牙膏的味道出来 不能完全百分之百消除你嘴巴的味道 但是 会让你的口气变得比较清新一点 那我通常是喜欢就是 先用水漱口过 然后再喷这个 就可以消除大概一半的味道吧 还有 这两个 难凶难地 这个是 嗯 这个是 旧版 尼奥他们家的 阔香 然后 我的 这个比较大罐的这个味道是他们的 enchantment 这个味道我非常的喜欢 它就是有蓝风铃啊 玫瑰啊 还有一个木质调的味道 然后 呃 你用他们家的 阔香 其实我觉得算是 品质还不错 就它那味道 会让你闻了 觉得很舒服 不会觉得很刺鼻 或者是让空气中有一个那种 酒精灰发 感觉不会都没有 但是它最讨厌一点就是 你看 它到最后 它就是会颜色变深 然后再也用不完 可是味道没有变质哦 可是这样就很讨厌 就是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它 然后另外一个味道呢 是 这个是补充瓶 旧版的样子 呃 它是 inspiration 它里面就是有紫罗兰 然后也是一样 有一点木质调的味道 他们家的味道 其实真的都很舒服 可能就是因为花香混合木质调 呃 这个味道真的到现在还是很香 然后但是也是很讨厌 你看 颜色变那么深 然后 用都用不完 OK 还有两个比较 呃 Random一点的东西 这个是我介绍过的 呃 无印良品的 迷你无香蜡烛 然后这个是我会一直一直一直在无印良品继续购买的 因为它就是一颗的分量 然后它燃烧起来是没有味道的 我之前有用过IKEA的 可是 它燃烧起来会有个味道 然后我觉得 会让我有点害怕 这个是真的没有香味 然后 它的成分也很单纯 那 我通常都是在洗完澡以后 会在浴室里面点一颗 然后它一颗燃烧的时间大概就是 呃 我觉得大概六到八小时左右 所以差不多就是 你洗完澡放 然后到隔天早上你的浴室就是 会比较干燥 然后不会有那种潮湿的霉味 尤其是像这一阵子很常下雨 就是我觉得洗完澡以后 你可以在浴室里面 呃做一个处理 那当然还是要小心就是附近 你不可以有任何就是容易燃烧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酒精棉片 然后它里面就是一包一包独立的包装 那因为我自己就是 呃 有时候比较有解僻 所以我就会用这个酒精 稍微消毒我的器具 例如说把眉毛夹子啊 或者是 呃 除毛的那个刀片 就是胸眉毛的刀片 这样 OK 那这个月的Empty's就是这样咯 呃 比较精彩应该是食物的部分 大家有机会可以试看看 那就 See you next week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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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